大家好,我是Hidy Hello,我是時尚達人 今天就是很受歡迎的題材 小粒仔開箱穿搭 平時都是我一個開箱 然後再試給大家看 今天就有個新鮮的男朋友角度 由他開箱給大家看看這兩個星期 我收到什麼衣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追蹤我吧 第一間要開箱的就是TrinitySys 是IG購物店 它打正旗號,蝦比仁依存 專為小粒仔而設的 我們現在就有這位先生 他這麼積極 你去開箱吧 好 這間店是在韓國入貨的 所以我自己看過一下衣服 沒穿過的很多都 很舒服 質地是很棒的 你看到這頂的Cat帽子 它是絨面的 還有 這頂的帽子 好像是幾個帽子 那你戴吧 好了,秒速被佔領了之後 嘩,我頂帽子很帽 好,我們首先第一件就是 紅色的半身裙 等等,我看不到鏡頭 這個我穿就會露腰的 你知道什麼叫半身裙嗎 這件很明顯是衣服 我已經不太想理這位先生了 它是一個燈芯湧的質地 然後是方嶺的設計 下面這裏是會有少少的束 我換給大家看一下 你繼續開箱吧 OK 我想不可以整修倒轉地球 我懂那個水撥式 我可以跟回剛才那個介紹 好,第二件要介紹的就是 闊口瓶靈衫 這個質地是這個 都保暖的質地 救你了 這個是屬於針織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是黑色、白色、灰色 是三個混在一起的 是很有層次的顏色 拍片是很辛苦的,哥哥 我現在就換了剛才紅色這個 整個人很顯白 這件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束縛感 然後旁邊有兩條繩 就可以綁起來 拿回腰線出來 亦會更加突顯到身材 有什麼評語的,先生? OK 這件很適合新年上 哈哈哈哈 後面就是用這個 剛才綁起來 就會促起了腰線 這裏就會變得很顯瘦 一折折 這樣 這個牌就不用管了 哈哈哈哈 好了,那我現在 就換了這一件 給大家看 你繼續開箱 好,讓我繼續 小藝人夫婦 什麼小藝人? 哈哈 你看到它有很多間間的細節 旁邊有兩個包 後面是靠拉鏈 穿上去的 好了,介紹完筆 我現在去試穿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哇 我有沒有介紹錯了 哈哈 這一件就是剛才 時尚達人 口口聲聲說 闊口樽漂亮的衣服 現在呢 是去到我大腿的位置 是剛剛好蓋到屁股的 對啦 是非常之舒服 還有呢 是很溫的一件衣服 穿出來的感覺 又有女人味 之後又可以 保持著小小的可愛 超驚喜的 哈哈哈哈 現在這條褲呢 我可能要等 有個上身的時候 再換給大家看 對啦 我們下一個 喔 都是一條長褲來的 是黑色啦 很舒服的 一摸下去 你試試 好 有彈性的 超軟綿綿 還有超級有彈性的 黑色長褲 那也是下身 再來 好再來 這個是上身 啊 是一件 格仔衣服 它是有少少頭 因為是很薄的麻眉質 好了 我現在就換了這件格仔衣服 和黑色長褲 小粒仔 有沒有很怕這類型的衣服呢 因為呢 如果 就這樣扣的話 又會很正經 或者你不扣 它的鼻子又做得不好 我自己是很喜歡穿格仔衣服的時候 綁起下擺的 整個感覺 會很不一樣的 和剛才 是不是 不是要你 可以真一點 它這樣綁的時候 你可以顯得腰線 也可以讓腳看起來更加修長 這條褲呢 超輕的 完全沒有負擔感 穿上去 它那個直位 又是可以修飾到腿型 我的大腿 在這個十二月吃到很粗壯的時候 你看到它旁邊 都是很漂亮的這個形狀 好了 第一間開箱完了 你有什麼感想 時尚達人 OK的 風格都挺多變 有些輕鬆的風格 有些 沒有那麼輕鬆的風格 很辛苦 我和你一起拍片 下次我也是直擊的拍一個開箱的影片 然後呢 我們繼續開箱 來到Desatra 之前也和大家介紹過 一個本地設計女裝品牌 今季呢 我都收到他們幾件新衣服 和大家開箱一下 交給你了 好 我準備好了 哈哈 第一件呢 可以說是一套來的 因為它們都好像是一樣的格子 好啦 那我們一人開一件吧 好 我這一件呢 就是一條中長裙來的 那你呢 我這一件呢 就是西裝套來的 哪一件啊 西裝套嗎 它應該是格仔外套 不是西裝質地來的 不要有靈就當西裝 好 我收到的一件格仔外套來的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格紋 你會看到質地是很厚實 完全不會透 而且裡面是有耐力的 所以這一件呢 可以說是保暖型的格仔外套來的 還有DESARCH的衣服 它們由布料的挑選 設計到製造 都是自己來的 會看到很多細節位 小巧思 好像這個袖口 還有它下面 這裡 都會令到整件衣服更加有層次 那我現在 又是換了它出來 好啊 接著我要介紹的 就是這件衣服 就對了 哇 看看這個領子多漂亮 看不看得到 很多細節位 這個領子 然後呢 它的質地呢 都是屬於 咦? 我還沒放這隻手 都是有少少頭的 這樣展示到了 哈哈哈哈 另外那些扭 我覺得都蠻漂亮的 好像一粒粒 扭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換了這個格子套 回來了 它的外套呢 是比較挺身的 然後下半身呢 就會是一條中長裙來的 是直筒的 如果以我的身形呢 就會配一對有爭的短胸 應該可以把整個人的比例拉高了 還有我覺得外套都可以分開穿 嗯 它們是可以分開穿搭也行 或者是這樣一套 你都不會覺得很套裝的感覺 你去下一件吧 好 應該還有一件 沒錯 加油 接著我要介紹這件 就是棗紅色的雪房衣 它就是質地比較薄的 是比較透的 是屍膚的 那我可以伸一隻手給大家看 嘩 它多透 掌紋都看到了 接著呢 就說一下它有什麼特色 它主要是一個 靠靠頸 還有 它的伏頭位呢 都是有 有對翼介頭的 哈哈哈哈 好啦 我沒事補充了 你可以進來 哈哈哈哈 小事前啦 前方呢 我已經換好了 剛才的衣服了 你覺得怎麼樣呢? OK 我挺配合 嗯 我覺得完全是我的Style 那褲就是剛剛 剛才開箱那一條 我現在好像那些 出去教人寫身那些 有畫版就對著 在這裡 文青 文青 氣質氣質 有氣質 就是我現在 你覺得怎麼樣呢? OK 對呀 我覺得很上班的 對呀 對呀 整件事很斯文 還有呢 大家看到嗎 沒有想像中 那麼透明 剛剛這位先生 說得好像很性感 其實裡面呢 我穿了一件 黑色吊帶背心 是不會有那種 非常之性感 但是呢 可能會令人想入V 有沒有啊? 哈哈哈哈 很誠實 他那雙翼呢 這些叫Rofos 哈哈哈哈 他說這件衣服是做了一個小企 把整件事變得很得體 然後有少許莊重的感覺 可能你們會覺得 平時好像很少這樣的Style 但是呢 我覺得去Event 時有穿這些 是很尊重到場合 它是很漂亮的 酒紅色 這個 對呀 有少許像Burgundy的顏色 每一次呢 我都是跟大家介紹 Desach 自家設計的衣服 但是 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都有 由韓國入口 現在最流行的一些服飾 由 Casho 去到約會 甚至上班的 都有的 很全面不同的Style 而且呢 是親民的價錢 不如給這位先生猜一下 這件衣服 C質的 CFlu 還有一雙翼 你覺得多少錢呢 我會猜399 不用 下一點 低一點 299 再可以再下 就是 199 那有沒有 其實這件衣服 只不過是250元 就可以買到本地設計 是非常親民 又高質 所以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resarch 那裡看看 來到最後 我還要開箱多一件衣服 對 就是這件衣服 讓我先介紹 之後再補充 這是一件中衣服 也有細節的 它有兩個袋子在胸口 另外呢 它是比較暖的質地 顏色呢 顏色這個叫啡色 好 好了 這件的短褲呢 是一件灰啡色 的確是非常之暖 很舒服的 是可以好好活動動動的一件衣服 不會硬斑斑的 這件衣服是來自一個觀眾的小店 有一個半截裙 我稍後補拍給大家看 質地是非常之柔軟 舒服 還有就是上個禮拜 有一條影片 灰色的針織衣服 開箱SELINE袋 那條影片 都是來自它的店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因為它是價錢很親民 今天三間的店 都是性價比很高 質量很好的小店 所以就很想跟大家開箱去介紹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小小小角子開箱片 亦都可以給到我們差不多新型的人 一些參考 原來呢 我們是可以 carry 到這些的衣服 然後穿些什麼呢 是會漂亮的 我也想給大家多一些 idea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要怎樣做 記得like和subscribe你的channel 逢星期六的三點 和逢星期日的十二點 準時收看 我每個星期都有兩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結束 雪糕七友 七個小偉人 如果我是小偉人 你是不是雪糕七友 你有沒有覺得很瘦 OK啊 很瘦 求信容 是十年了 十年了 快點 寂寞 인 recur 十年了 結束 有 哪 有